王妃跨年登湖南卫视 考新曲 捞进千万 天后王妃前晚在中国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压轴献唱 途中能再与你 向前 他的新歌院首都曝光 就靠这么一首歌 人民币两百万元轻松入带 但网友不领情 说他前晚演出有失水准 还说天后怎么会走音啊 有来问题是初在 在山水之间 有一份信念 是寂寞无天 在过他之间 有一条金盘 是唯一的光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飘 王妃唱完后还难得开口 新年快乐 加上放送腼腆笑容 照样海帆粉丝 90-2012年前进中国 跨年演唱给了湖南卫视 唱舞手快歌族曲 价值人民币两百万 还有准备特别秀 对啦 他在台上就换起装来 一共换了四个造型 黄色欧大半 尖色喜洋洋 有花有草 诚意十足啊 镜头拉圍台湾高雄 哎呦 这谁啊 听歌变人 原来是台语电影一姐 谢金燕 她不知去哪弄来抄 Bling的安全帽 真是狠身辣打击 你确定你看得到路吗 话说前晚各地跨年晚会 状况还真不少 这位劈头散发的 又是谢金燕 高雄风太大 害她眉眉长发变成鬼样子 我是谁 唱到一半 道具还烧起来 你看台下粉丝表情有不错 一样在高雄开唱 500也有状况 她2012年首唱唱着唱着就 咔 就这样被转播单位 三立给进广告啦 网友气到差点砸电视 五百也随便网友点名唱 梦醒十分时 高音唱不上去 音不准 但人家顶多只是 偷吃不为一 不算走音啦 帮心玲在桃园跨年 也被点名对嘴 她的经纪人回应这首新电新歌曲 本来就有舞蹈动作 心灵原本就不用唱 是粉丝误会啦 苹果的新闻 跨年嘛 开心就好不倒